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视频,我是阿三 众所周知,最近中国女排正在宁波北伦进行备战 主要就是希望在接下来9月中下行 也就是差不多月底,也就是25号开始的一个市井赛 能够取得更好的成绩 按照日程的安排,我们看到中国女排接下来面对的第一个对手 将会在25号晚上8点面对阿根廷 那么这一次的比赛对于我们而言非常重要 所以接下来想和大家具体分享一下 这一场到时候CCTV5会进行直播的一个比赛 我们这边的胜算又有多少 以及我们这一次有可能出阵的球员又有哪一些球员呢 在视频开始前辛苦大家 长按底下的关注和点赞按钮 让更多关注中国女排的球迷 看到这段视频,谢谢各位 我们来看一下这一次我们面对的是阿根廷女排 那么这个对手其实对中国女排而言 可以说不算是一个厉害的对手 那么包括我们看到整个小组当中 中国女排分在同一个小组呢 其实啊除了日本和巴西对我们稍微有一点威胁之外呢 那么像阿根廷以及其他的一些比较弱的对手 对于我们而言确确实实不会构成威胁 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 中国女排只要能够正常发挥呢 我们都能够有机会打败对手 甚至应该比较轻松的能够争取的小组出现 所以对于我们中国女排而言呢 实际上这一次最主要就做好呢 不要有太大的压力 到时候只要能够正常发挥出我们训练的水平呢 我们就能够像此前四联赛一样的过关斩六将 那么既然这场比赛即将到来啊 虽然说面对的对手不是很强大 但是对于很多球迷而言呢 估计也非常的关注 这一次我们中国女排有可能首发的七仙女阵容 会是哪一些球员呢 目前来看的话中国女排最终出征的名单呢 还没有正式敲令下来 所以我们呢 在这里也只是根据过往这些球员的表现 做一个简单的猜想和分析 最终的官宣名单呢 大家还是要以团队以官方官宣那个名单为准 我们来看一下在七仙女方面的话 这一次有可能会发生哪一些变化 尤其在主攻方面 那么我们知道在此前亚洲杯比赛当中呢 中国女排的二队的 主攻守吴孟杰啊等等一些球员表现相当出色 所以接下来在主攻方面 如果说吴孟杰能够赶得上的话 那么我们火力方面有可能会有一个升级 这样一来呢 接下来有可能是领营的搭档吴孟杰这样的一个组合 作为一个首发阵容 那么在二传方面 那个在副攻方面我们看到目前来看的话 主要的还是袁新月和王源源的比较稳定 接下来的话也有可能是他们两个呢 安排首发 那么接下来在二传方面的话 目前来看的凋零宇还是比较靠谱的 那么在接应方面呢 其实现在来看的巩翔宇还是一个 非常稳定成熟的选择 他在此前四联赛表现的也是相当出色 最后来在自由人方面的话 目前来看的可能了 这个王梦杰呢应该是一个相当靠谱的一个选择 虽然在此前的表现不是特别稳定 但是作为一个老将他的经验还是比较丰富 只要能够稳定发挥 说不定能够给到中国女排一个比较 惊喜的一个表现 那么接下来 接下来的一个整体阵容呢 已经是浮出水面 那么对于很多球迷而言呢 也可以大概了解一下 我们目前的实力啊 还是具备一定的一个实力的 主要的一个阵容组合呢 可能也是老中青结合 接下来对我们而言呢 相比较于此前的四联赛的阵容呢 我们在主攻方面的火力有可能得到提升 那么对于蔡冰接下来想要争取开门红呢 可能会有一定的帮助 但最后呢我们还是要强调一点的 以上这一套七仙女的阵容呢 只是我们做的一个猜想 最终到底哪一个球员能够出战 谁又能够首发呢 我们不妨根据赛前中国女排 官宣的最终名单 最后呢也祝福中国女排这一次能够取得好成绩 在此前八强的基础之下呢 希望大家能够取得更大的突破 好了本期视频就来到这里 我们下期继续开心聊球拜拜